材料有蒼羽, 蒜蓉, 豆豉, 一茶匙生抽, 一汤匙蠔油, 鹽, 一茶匙绍兴酒 先拌均匀, 再加一茶匙粟粉, 然后腌鱼 加一茶匙粟粉, 拌均匀 如果大家喜欢吃辣的, 可以加辣椒或豆瓣酱 倒入酱料之后, 就要跟鱼做按摩一下 一定要均匀地把酱料全部按摩在每个位置 做完按摩之后, 让鱼醃大约一小时 水滚, 现在将鱼放入锅中, 蒸大约8分钟 斩一下8分钟, 鱼已经蒸熟了 可以拿出去, 让鱼和老婆试一下